这次谈判大家的期待不高 能有这个本质性的进展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空间 而从中国最近的一些举动来看呢 由于王岐山的出山 我认为王岐山应该是出场了 身影了一段时间出场了 他的出场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谋厚而动 因为他的性格特点是这样 这几个月他可能做了一些这个谋划 最终由七月的政争到北戴河 这个习近平要让出一定的这个经济决策权 大家也对王岐山有更高的期待 他呢出山他肯定要对这个决策 有一个阅法三章 甚至包括对习近平 那这个换句话讲 就是中国目前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这个有根本的进展 但是已经和前几个月不一样了 他有一定的谋略已经定下来了 这个谋略是什么 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设想 第一就是已经明显的 中国要用商压政 就是让美国的商人 对政府施加压力进行游说 这个周末的行动 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 要表现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些金融业 一种这个好处 有一种这个想象 就是说我开放金融服务业 那首先得力的是这些在周末 要和王岐山见面的人 而这个这些人呢 对政府的压力又是非常大 那么第三个就是 中国手中的一个武器 就是这个贬值人民币 然后最后无非也就是鱼丝网破 只要中国政府能够运好军警 维稳他自己的政权不现问题 这可能是他的最低的底线 也就是这种正确的